腾讯体育是月时日选,今年的选秀大会上,胡人队在第25岁位,得到了来自于密歇根大学的内线瓦格纳,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,瓦格纳表示,新赛季和詹姆斯成为队友,不会改变自己的比赛风格。 他相信赛孟茨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,7.30分起视频直播,三场NBA季前大上海南来挑战火箭,胡人二十五顺位顺忠瓦格纳,瓦格纳在大学待了三年,在此期间,他逐渐成为了球队的核心。 不过,如今的他是一名一年级太鸟,在这样一直拥有很多老家的球队中,瓦格纳的角色也在改变,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。 瓦格纳说道,老师告诉你,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成为球队中最年轻的球员,我一直都是球队中最年轻的球员之一,但我从来都不是球队中最年轻,需要被照顾的那个。 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,我已经不在大学里面了,现在的情况肯定不一样,尤其是你的周围,都是一些非常出色的运动员,但这让人非常兴奋。 对我来说,这是一个完美的环境,新的赛季,瓦格纳将会和勒布朗詹姆斯这样的超级球星成为队友,不过,瓦格纳认为,这并不会改变自己的比赛风格。 不,不会改变,而是会让我有所提升,是的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会发生一些改变,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改进,我已经等不及了,我对自己现在处于的位置十分的激动,显然的是,我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,如果有人可以叫我如何去带动队友,那个人就是勒布朗詹姆斯。 今年的夏季联赛中,瓦格纳受伤,季前赛中,他一直都无法出场,我一直都在看比赛,研究我的队友,试着看看我,如何做能够做得很好,怎样才能帮助球队。 我从来没有偷懒,我总是在聆听,试着去理解所有的事情。 这样,当我康复后,我就马上可以准备好,新的赛季。 亚格纳,如果想要获得出场时间,就是要和球队的那些内心球员们去竞争。 对此,亚格纳表示,我觉得,对我来说,关键就是要成为一名扎实的防守员,在场上做好交流。 不要做那些疯狂的事情,不要玩花拳修腿,要扎扎实实,对此我并不担心。 但现在,我要专注于恢复健康,各方。